各位旗友大家好 这里介绍一盘我在新浪上的往期的自占解说 是一盘非常精彩的吐龙局 对局时间是2022年的9月份 我本人大家也知道是一名70后的聂岳明时代的业余气迷 平时工作也比较忙 那么两天之后有网络之后看了很多顶尖技术的对局 尤其是AI的对局之后自己对危机也有新的理解 那么很高兴这个时候这个年龄还能长期 所以说我也是把我对危机新的理解拿到这里来和大家分享 我上台的YouTube上的危机对局的视频 除了是给自己留作纪念 也是想给一些不愿动脑下棋的旗友们开简解闷 好,下面进入棋局 这盘棋是一盘经典的宇宙流失的吐龙局 这盘棋我直白 开始布局呢是一个传统的布局 这个棋呢 黑棋走错了 因为应该是打这个方向 这样的话呢 黑棋呢将来在这边是分不断白棋的 白棋呢 这个形状呢 可能是黑棋没有注意 白棋当然反加 这个棋黑棋要接 白棋呢 接机 把这块的白棋 上面的白棋全部连起来 黑棋呢 这几个棋就显得有点孤立了 赶快跑 白棋呢 接机 不仅把这块连上了 也接机压了出来 那么这就是试 试验黑棋的反应了 如果黑棋要是不走的话呢 这边就被白棋搬过头来了 当然了 也可以 黑棋也可以不走 但是黑棋决定还是走了一手 黑棋走完之后呢 基本上就是白棋取地 攻击的局面 黑棋呢 取失地 白棋取市 发生攻击 这部棋也是守了一步失地 黑棋现在上面动手了 那么如愿以偿呢 白棋把黑棋封在里面 黑棋呢 为了做活还要补一手 所以这几步棋走完之后呢 白棋全部联络了 黑棋这几步棋现在很孤单 黑棋还要跑 黑棋在跑之前呢 先把这个棋断掉了 这个肯定要给了 因为没有必要救这个摊子 那么白棋终于呢 抢先动手 对这个三个黑棋公司发动进攻 目前看呢 黑棋也很自信 当然了 从我内心来看呢 黑棋这么多子 这么开局 这么大棋盘 都是很空的情况下 这个效率还是太低了 尽管它是确定实实的低 但是呢 也没什么发展潜力 这是AI时代危机的特点 白棋对黑棋开灯进攻 进攻呢 确确的说多少有点不成功 因为白棋的外面还是不够厚 那么就果断的舍弃 这步棋我认为是我得意之作 这步棋走得很好 这样的话呢 把上面下面 把这本连接全部照顾到了 这几个残子呢 也没有必要救了 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效率 基本上还这么广阔 目前的形势看 黑棋的实力当然好 但是白棋的外势也很多 所以说走成目前的局面来看呢 尽管呢 黑棋这个全部连回来了 吃住了白棋几个子 结果全部找到实力了 但是黑棋这个效率并不高 这么大一坨一坨黑棋啊 没说这么几木棋 白棋呢获得了发展的先例 就走到这来呢 我的信息已经开始 应该说开始成长起来了 后面呢 越走越好 黑棋的实力还是有点谨慎 选择稳定的做活 白棋当然封在外面 如愿意尝的 黑棋又被白棋封在里面 又成活了又直活了几木棋 这样呢 这个局面呢逐渐 向着越来越有利于白棋的方向发展了 黑棋这步打入 白棋自然要加击攻击 黑棋呢居然按往外跳 白棋已经就在通下杀心了 这个棋又给了白棋一个机会 白棋这么补之后呢 一把脚给补住了 同时呢 黑棋将来进脚的机会也没有了 黑棋这么走呢 我认为还是有点拖大了 可能黑棋呢 前面获得了实力呢 心里能有满足 在黑棋的心目中呢 这块地并不是白棋的 黑棋这个棋不仅没有连起来 而且呢 弱点还特别多 忽视了白棋的后视 后面呢自然要受到惩罚 白棋已经暴露了杀心 黑棋继续往外跑 白棋呢 点在了黑棋的摇点上 一定要置黑棋死地了 那么这步棋也是白棋获释的胜利的宣言 我就不好 不好 看你怎么办 黑棋断掉 和白棋拼中央 和白棋呢 拼脚步的对杀 事实证明呢 不太好杀 白棋这里呢 多少走的还有点强 因为呢 白棋手段还是多一些 白棋如果要是这么走的话呢 黑棋可能还要破白棋的眼 这个棋 黑棋其实很难打赢的 这个白棋截 你们随后就会看到 越走呢 白棋的外围越后 所以这步棋走完之后呢 黑棋还断不掉了 因为一断的话呢 这里还接不归了 所以说 七棋走成这样呢 已经对黑棋大大的不利了 白棋求稳 放你做活 黑棋为了做活 还得这么走一手 白棋呢 也不着急进攻 因为呢 这块棋 杀棋的难度 并不高了 这是证明 也是如此 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 当初 白棋 积累后市的作用 这些棋一点都没浪费 这样 这盘棋下到这儿 实际上其实已经结束了 白棋呢 全体拒厚 黑棋呢 中间 一个眼都没有 那么 黑棋继续进攻了 自主寻找一些机会 白棋呢 这里呢 有所退让 只要呢 保住自己的连接 就可以 白棋 白棋将自己连回来 基本上开始收兵了 紧急到现在呢 已经 黑棋已经明显的不行了 那么这番棋呢 白棋走在外面 建立了强大的外势 黑棋呢 在进攻白脚的时候呢 多少有点多大 认为这个这么大空间 总有作活的地方 事实上呢 这个都是白棋进攻的阵地 都是白棋表演的舞台 这个能够杀大龙啊 也是之前要做出铺垫的 不牺牲实力 你是很难建立起 你遥遥进攻的外势的 棋棋走到这里呢 白棋又走退让 后面呢 这关子呢 已经无关棋棋进程 总之后面呢 黑棋又下了一些手 但是白棋也走得很稳 这里面呢 还出了一个小棋 居然呢 黑棋还接不上 就是把里面的之前的残子 都发挥作用 所以说在关子上呢 黑棋也没占什么便宜 这半棋非常精彩的 白棋呢 吃掉了黑棋中央大龙 前面积累的后势 都发挥了作用 一点都没有浪费 黑棋呢 这块获得的实力呢 你看子肖还是太低了 黑棋都走在了 这个自己的边角上 白棋都在外面 最终呢 这块棋也救了回来 形状非常舒展 这是一盘呢 会心之局 这盘棋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祝大家一些顺利 希望大家呢 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见